逼迫各乡县虚报田产人丁和税府 天母复耕不足一半 却对上面谎报全部复耕 而且全面大获丰收 胡威勇纳闷了 自己当初也想到了这点 还暗地里查访了 确实看到天母全面复耕了呀 你们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的一层浮土 荒废了七八年的土地 野草和荆棘早就深深地扎根在土地里了 光是清理这些东西都不止一两年的时间 又想复耕谈何容易 胡威勇听完更纳闷了 土地可以作假 但打出来的粮食不能吧 杨株那年确实上交了两千多担的税粮啊 那道香猪连皇上喝了都说香的呀 这其中的一半是从百姓的口粮里逼出来的 另外的一半则是挪用了朝廷的赞助金 沿海路从浙江省买来的 齐军啊 胡威勇高兴了 光是这一条就足以弄死杨县了 可让他高兴的还不止这些